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内容我们都在这个单元里会学到的 佛教的历史悠久 中国佛教的历史悠久 佛教是古代的时候从印度传入到中国的 中国有三个哲学体系 一个是孔子创造的儒家 还有孟子和壮子创造的道家 然后第三个就是佛教哲学 佛教哲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文化的贡献也非常的大 是更加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佛教是中国东汉时期的时候 从印度传入中国 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两千年以来 很多中国的僧人 很多对佛教有兴趣的人 有很多学者 访问了印度 来印度去京 从印度也有很多的旅行者 传播佛教的人 以前阿与王 也是派了很多人去世界各地传播佛教 那这些人也去了中国 然后就传播了印度的佛教 比如说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也是古代的时候 去了中国河南 小林寺松山一带 现在我们去中国小林寺 也可以看到菩提达摩的大象 在小林寺外面就有它的雕像 所以自古以来 两国之间有这样的往来 现在中国各地可以看到佛寺 这两千年以来 中国的各地就建立了很多的佛寺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寺庙 拜玛寺 拜玛寺是中国的第一个佛教 第一个寺庙 佛教寺庙 还有别的出名的寺庙 就是小林寺 还有发门寺 这些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寺庙 然后龙门寺窟 是寺窟在中国河南城的洛阳寺 也是洛阳寺的最著名的旅游景点 中国有特色的佛教建筑风格 中国的佛教建筑风格 就是有印度建筑风格的影响 中国这样的建筑风格 就包括了佛寺 佛塔 还有寺库 这是最主要的佛教建筑 然后有中国佛教的四大明山 四大明山是四个不同的山 然后这四座山上有四个菩萨 不同的菩萨 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学到的 随习成果 来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同学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学到什么 这个单元里同学们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这个单元里是讲的是中国佛教圣地 同学们会了解到中国佛教圣地的基本情况 还会了解到中国佛教四大明山 四大明山就是 就是 舞台山 普陀山 俄美山 九华山 这四座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明山 这四大明山上有四个中国人 中国佛教徒最崇拜的菩萨 所以同学们在这个单元里会学到这些内容 此会表 菩萨 菩萨指的是佛陀和某些神的雕像 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圣地有很多的菩萨 中国还有四大菩萨的说法 印人入生 印人入生的意思是特别吸引人 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的风景又美 印人入生 参与 参与的意思是虚导士 虚导士和和尚 兜壳 兜壳的意思是不平坦 我们可以说 这座山虽然是不是很高 但是很兜壳 世事变迁 世事变迁是个成语 意思就是 世上的事情是不断在变化的 举个例子 哪怕事事变迁 我的态度是不会变的 再举个例子 我们得平静地接受 事事变迁 必是英居 必是英居的意思是 脱离现实生活 开凿 开凿 开凿的意思是 瓦掘 我们可以说 开凿隧道 开凿地道 开凿运河等 舍利 舍利的意思是 佛教文物 经卷 经卷的意思是 佛教 经典 备业经 备业经指的是 写在 备树叶子上的经文 以前的人们在 树叶上写的 所以备业经就是在 备树叶子上写的经文 著作 就是著名的作品 比如说 学书著作 灭渡 离开 生死治苦 的意思 宝藏 宝藏是 处藏的 珍宝 就是处藏的 珍贵的东西 或者是财富的意思 悲拓 悲拓 指的是 故事 舍头上 调刻的文字 建想家 建想家 就是了解 和心想 医术 文物等的人 风靡 风靡就是 很流行的意思 斯达菩萨 菩萨的意思是 佛陀 或者某些 神的雕像 中国四大菩萨 是 中国的 不同的 山上 的 四个 不同的 菩萨 这四座 这四个菩萨 就是 温庶菩萨 有 菩贤菩萨 观音菩萨 和 地藏菩萨 这四个菩萨 在中国的 不同的 四座山上 所以 这四座山 是中国的 著名的 四大 佛教四大 名牵 温庶菩萨 在中国 山西省的 五台山上 观音菩萨 是中国 浙江省的 菩陀山上 还有 菩贤菩萨 菩贤菩萨 在中国 四座山的 二枚山上 还有一个 菩萨 就是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就是在 安徽山的 安徽山的 九华山上 所以 这四个 菩萨 是中国 佛教徒 是最崇拜的 所以 就有 四大 名山的 说法 还有中国 四大 菩萨 中国 佛教 四大 名山 中国 四大 佛教 名山 是 中国 重要的 佛教 生地 就说 佛教 传入 中国以后 中国 佛教 信徒 从 中多 菩萨 中 宣出 四大 宣出 四大 菩萨 就是 宣了 四个 菩萨 分别是 温书 菩萨 观音 菩萨 铺贤 菩萨 地藏 菩萨 造成 四大 菩萨 分别 以 四座 名山 作为 樱花 道场 这四座 名山 就是 今天的 山西 省的 五台山 浙江省的 葡萨山 四座省的 峨梅山 以及 是 安徽省的 九华山 也称 金五台 银 葡萨 铜 厄梅 铁 九华 中国四大 佛教名山 不仅 文化 丰富 多彩 而且 风光 修丽 令人 入生 山西 五台山 是 佛教四大 名山 之首 在 随朝和 唐朝 的时候 已经 名声 穿遍天下 日本 印尼 尼泊尔 各国家的 省旅 与 五台山 都有 往来 但是 因为交通 不方便 去五台山 旅游 的 游客 相对而言 比较小 浙江 上升的 普陀山 是著名的 海盗 风景 旅游 升地 也是 周善 群岛中的 一个小岛 普陀山 又有 雾朝 恩费 雾爽地 色海 尊朝 地 山的 美誉 意思就是 没有别的山 能够 跟普陀山 相比 是中国国内 佛教徒 中 最尊重 最崇拜的山 普陀山 普陀山 观音文化 在中国 信仰文化的 长河里 成为 最光泛的 心中 群体文化 也是 半个亚洲 心中 群体文化的 归属 四川 上的 峨梅山 海拔高 山也 兜峭 气候变化 也很明显 有 伊山 有 四季 视力 不同天 至说 最高处 名为 金顶 佛光 云海 升等是 俄梅 金顶的 三大自然 奇观 一九九六年 十二月六日 俄梅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自然与文化异常名录 安徽 安徽旧华山 背临 长江 南套 南条山 南条黄山 就是 山的北方是中国木青河 长江 山的南边是中国著名的黄山 容丰厚的文化与秀丽的逢光与异体 素由莲花富国制成 中国佛教建筑 佛教建筑最早起于印度 后来在中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逐渐演变为具有先民民族特色的建筑艺术 中国佛教建筑包括佛寺 就是佛教寺庙 师库和佛塔等 其中佛寺是最具典型性 最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 据说在中国南北朝时期 当时首都 当时首都洛阳就有 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佛寺之多 唐代 诗人 杜牟才在一首诗里写过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 他一眼于中 由于千百年来 将整破坏和世事变天 许多寺庙 已经消失五宗 这件在中国往后包存的佛教 中央寺庙大约还有一百四十多座 中国佛教寺庙在吸收 印度佛教元素的基础上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院落室建筑各局 师库原来是印度的一种 佛教建筑形式 佛教提倡 必是印居 就是脱离现实生活 就是因此僧侣们 选择冲山军领的宁静置地 开造师库 以便修行之用 中国师库起初是 模仿印度师库的制度开则的 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 其中最古老的佛教师库 是河南师库寺 建于公元517年 佛塔寺用来供奉和安置事例 紧卷和各种佛法的 中国佛塔一般是平面正方形 中国佛塔一般是平面正方形和八角形 角度有母塔 转塔 转木塔 石塔 铜塔 和铁塔等 周明的佛塔 有发门寺 佛塔等 拜马寺 拜马寺位于中国河南城洛阳市 是中国的第一座 观伴佛教寺庙 由中国第一古叉支撑 古叉就是故老的寺庙 被尊为中国佛教的寺院和祖庭 寺院的意思是佛教的发源地 祖庭的意思是祖师的庭院 在中国东汉朝的时候 有两位天主高僧 天主是指古印度 其者拜马托 其者拜马托 佛京原本来到了中国 他们翻读了最早的 汉文佛经 以及其他佛学著作 为了存放这些佛经和宣传佛教 汉文佛教寺的佛寺 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 因为佛经是用两匹纯白寺的马 托回来的 寺庙建成后 就器名为拜马寺 拜马寺的年纪为200亩 目前在扩建 建成以后 将会以荣面级300亩 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寺庙 2010年 印度总统帕提尔 访问了拜马寺 并出席拜马寺的 印度风格 佛电落成电影 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中国 山西省的 赋坊县 赋坊县 是建于东寒墓 举今 约有1700多年的历史 有 观中 塔庙 士族之称 法门寺 尹斯里尔 安置塔 印塔尔 建寺 是为了 安置 佛教文物 建了塔 因为要建塔 所以也建立了 寺庙 法门寺的原名是 阿犹王寺 释迦 谋尼 佛 灭独后 一体火化 进城 设立 公元前三世纪 阿犹王统一印度以后 为了推广佛法 将佛的设立 分成为 八万四千分 奋送世界 各国 尖塔 攻陷 中国有 十九处 法门寺为 第五处 法门寺 现在 抢住 圣中有 两百三十多人 现在 展现以前的 荒家寺庙 荒家寺院 的风格 同时 法门寺 也将世界 佛教 超成中心 作为一个 奋斗的目标 龙门寺库 龙门寺库 坐落于 中国 河南省的 洛阳市 洛阳 是中国 六大孤独之一 现在 龙门寺库 是洛阳的 最著名的 旅游景点 龙门寺库 是中国 社科艺术 宝库之一 是中国 三大寺库之一 另外 两大寺库 是中国 山西匠的 永港寺库 赶宿库的 敦煌 摩高窟 龙门寺库 在洛阳的 龙门山 与 湘山上 开藻 南北墙的 一公里 雕藻 断断续续 吃去了 四百多年 尽存有 库库 2345个 造像有 十万 玉尊 龙门寺库和 副库 展现了 中国最具 规模和 最为 优秀的 造型艺术 这些详实 精品 新品 龙门 二世品 是 后代 悲拓 建墙家 从龙门师库 中多的 试客 早巷 踢机中 精选出来的 术法 机品 而 000年 历史 故印度 僧人 菩提 大摩 有称 大摩 来到了 洛阳 松山 等地 传授 禅教 相传 印度 祖师 大摩 是 少林 武术 的 创世人 少林 寺 封进去 外面 立有 他的 雕像 三十年前 一部电影 叫做 少林 寺 让这座 藏于 深山的 前面 故差 命养天下 少林 寺 以 少林功夫 与 少林 武术 而 风靡 全球 少林 武术 是 中国 武术 的 第一大 门牌 中国 当代 著名 物侠 小说家 金勇 一共有 事务部 物侠 小说 文史 其中 最大部分 都提及到 了 少林寺 和少林 武功 武功就是 武术和 功夫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同学们在这个单元里学到了什么 我们就总结一下 这个单元里同学们就学到了 中国佛教生地的情况 你们了解了中国佛教生地的基本情况 也了解到了佛教是怎么从印度 古代的时候 古代的时候 东汉的时候 怎么从印度传入到中国的 然后 怎么 印度佛教建筑 在中国 佛教建筑上 有 深刻的影响 同学们 同学们也了解到了中国著名的一些佛教的寺庙的情况 比如说 少林寺 少林寺是世界最著名的佛教寺庙 这个寺庙外面有库提大摩的雕像 有的人说 库提大摩就是少林功夫的传世人 少林寺在世界上 以他的功夫 以他的武术著名 也了解到了法门寺的情况 还有拜马寺 拜马寺是中国 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寺庙 也了解到了著名的龙门寺库 龙门寺库也是不仅仅是佛教圣地 而且也是非常有名气的旅游圣地 龙门寺库在中国河南城的洛阳寺 洛阳寺的历史有酒 有拜马寺 有龙门寺库 同学们在这个寺院里 也学到了佛教建筑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佛塔 佛塔是可以有好多种 最主要是有平面 正方性的 还有八角性的 可以有用不同的材料建的 最常见的就是有母塔 砖塔 砖母塔 铁塔 石塔 还可以有铜塔 等 同学们也了解到了 佛教四大名乡 佛教四大名乡的情况 在佛教的四大名乡上有四大菩萨 这四座名乡也是非常著名的律游圣地 这三项的风景有美 然后也包含了文化内涵 所以这些佛教圣地 不仅仅是佛教徒的修行的地方 不仅仅是佛教徒来这里的地方 而且全世界的律游者来这里利用 所以佛教圣地也是有宗教性的 重要性 而且也是著名的律游圣地 在这个单元里也提供了词汇表 同学们先看词汇表 了解这些神词的意思 因为一些词语对你们来讲是书语 比如说菩萨 还有这些塔 佛教建筑方面的 所以同学们先看这些词语 了解这些神词的意思 然后去看课文 就会更容易地了解课文的意思 这个单元就到此结束 希望同学们会喜欢这个单元 谢谢 谢谢